在台北万华有间道地的东北菜餐厅 大红灯笼高高挂着招牌酸菜白肉锅 自然酸中带有甘甜 三层肉则是油花丰富 许多饕客每年冬天必定报到 其他像是酱大骨小极度蘑菇 都是咕夹咕香的丘楼菜 而美味的背后是这位 有着满清格格协同的老板娘 她是如何飘洋过海来到台湾的呢 这是冬天的时候大概都会来 它的酸菜白肉锅汤头非常的好 冬天的时候刚好来一锅刚刚好 喝起来这个酸酸的很入味 就很像这个古早味的感觉这样 我们整个同事都非常的喜欢 以十分来看的话 这里绝对有这个九分以上 直达满分的推荐来自韬客门 对这桌必备的酸菜白肉锅 子彤炉里长长的烟囱 通常出热气 酸菜 白肉 虾子 丸子和豆腐 各种食材在锅里紧情滚动 客人吃的是超过你 这家位在台北市万华区的 东北菜餐厅 大红灯笼高挂着微温气氛 正宗口味 道地做法 吸引不少粉丝朝圣 三冬白菜 一般的白菜它腌不起来 太小了 没有什么这个白色的 这个这一条 我们一年四季都有腌 那通常腌到这样 这个是多久时间会好 差不多四十多天吧 有的人喜欢放出 可是我们都没有 只用研巴腌制的大白菜 是东北最道地的做法 释出最自然的酸甜 透亮的白菜可见光 这在东北家家户户 都会做的烟菜 熟益完全复制到台湾 而酸菜白肉锅里 除了酸菜是重点 白肉也是十分讲究 我们都煮熟 烫一下 没有那种腥味 东北人都会先煮出 那就变成高汤嘛 然后再加酸菜这样 学用中午花来当白肉 让汤头充满油脂 带皮也让口感更好 切成薄片便是基本主角 老板娘招爱一名 先忙碌备料 煮锅早已是日常 一大早还要做的 就是熬制汤头 我们都是用这个 骨骨和地骨的大骨 我一直都是用这个熬 因为这个东北 都是用这种的需要熬 独家熬制的大骨汤 成了必备鸡底 加入酸白菜和三层白肉 才能让汤底滋味浓郁 这是大陆的糊 它比较 嘴巴比较长 有没有 比较好加汤 对 这是铜的 跟那个锅一样对不对 对 今天只要用汉的汁味是为什么 恒文煮出来的火锅比较好吃 它的温度会一直持续 大概可以煮铜锅 差不多要 可以差不多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这样 但火铜锅不只能在恒文下熬煮汤底 还散发出淡淡的炭香味 持续沸腾的酸菜白肉锅 坚持到地之下 张爱因和妈妈刘贵云 也顺应改良台湾人喜欢的口味 我们家那边像虾汁啊 还有螃蟹啊 什么的都是干的 就是那种干的海鲜 然后后来到这边来之后 好像开了一个多月吧 有的客人他不会喜欢吃那种干的味道 然后我才把它改掉 我们那个丸呢 你刚才吃的那个 那是我们在大陆时候取而喜了 你四喜完 你倒着我改良成香的 免费加汤大家为如品尝这样的画面 张爱因在东北家乡从小看到大 而除了酸菜白肉锅 还有一道是过年过节必吃的喜庆美味 酸白菜和肉的东北的味道 因为台湾几乎是包高绿菜韭菜 因为台湾的是用这样捏的 我只抓一次就好 除夕东北都吃饺 它是十二点之后的那一茶就吃睡觉 对 酸白菜饺子皮薄馅多 独特酸味 纯属天然 回原饱满的外形好似元宝 在地管人稀 气候又寒冷的东北 没种植什么蔬菜 所以他们都会用腌菜来做成料理 但除了著名的酸白菜 其他各色美味也是相当出色 餐厅里所有料理都是张爱因一手包办 从东北来到台湾 回想二十三年来的坚持 都是循着这家乡未来的 在老家吉林结束了一段感情 也放下原有的银行工作来台 在妈妈的介绍下 张爱因也嫁给了台湾郎 在这里重新生活 想想既然是吃不惯 干脆开个餐厅煮自己爱吃的 还可以做生意赚钱 无师自通的张爱因很快就摸索出料理精髓 在那个东北菜还不补及的年代 生意很快就有起色 没有三天脑 我的女儿真聪明 真能干 因为我们来是寸土没有啊 什么都没有啊 白手起家呀 妈妈刘贵云比张爱因早几年 嫁来台湾 在她那个年代 过着是极为辛苦 虽然母亲那边的亲戚是皇室格格 但随着改朝换代 十多岁遇上红卫兵斗地主 家道一度中落 过得辛苦 第一段婚姻剩下三个儿女后 却遇上先生对婚姻不忠 所以心里话 这女人都是有一段历史 我这是个第二家的 这个是第二个 第二人 第一任的时候吧 就我小孩的爸爸 我老公兵便了嘛 他也不要我了 我也不要他 兵便就是他 不是 我们朋友讲的 不是 对... 他没有要小孩 这个就是他的小孩 他不要 他有兵便了 他要小孩 我就走到跑了 他就跑掉了 再说是吧 他这个男人呢 前段婚姻分手收场 刘贵云独立抚养 包括张爱因在内的三个小孩 而为了要工作 孩子们从小就学习独立 张爱因更是六岁就开始学煮饭 料理天分从小便崭落头角 我都用那个腿肉 腿肉 对 牛肉 腿肉 锅中翻炒的牛肉 是来自四川菜系的水煮牛 但东北人也爱这一味 几乎餐馆里都吃得到 把牛肉铺在高绿菜 豆芽菜等食材上 熟菜前再浇上热辣椒油 也然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美味 牛肉软嫩滑溜 搭配着呛辣有层次的辣度 越吃时越过瘾 我们家一家做的是什么 台风茄 把茄子油炸后起锅 紫色以备妥 而传说中的彩色又还有哪些呢 肉丝 蒜 还有香菜 上面是生的 下面就是熟的 对 这样吃起来不会腻 不然的话茄子本身炸锅的有油 就比较腻 铺上甜椒之后 五彩缤纷 把藏在最底部的茄子翻上 酱香四溢 软嫩的茄肉和生菜们 混合在一起品尝 口感层次分明 看起来简单 吃起来却是超惊艳 张爱因的东北菜入境随俗 口味上变得少油少咸 但蕴藏其中的那粉到底味 却一点都没有改变 这是什么 鸡肉 炖蘑菇 小鸡炖蘑菇那道菜 东北菜它的特点比较多 炖菜比较多 类似这一种的炖菜 炖菜 对 因为我们那边几乎都吃干燥的东西 夏天有的就像夏天柴前来用的干燥 只花几分钟就上桌的小鸡炖蘑菇 浓郁的高汤细腹在鸡肉上搭配着蘑菇的香气 冠冬粉的滑溜 不管是单独品尝 或是搭配白饭都十分对味 张爱因做菜速度快又精准 从小就懂事的他 直到妈妈工作养他们的辛劳 老伴去世后 女儿的贴心一直以来都是林桂云的骄傲 上市这道臭皮虾 这是为了妈妈改善的一道菜 这道菜的来由吧 跟我女儿带我去 菇椒虾店吃菇椒虾的 完了我吃了以后吧 我觉得那个菜有点那个口感 我还是不太喜欢它 因为别人喜欢 所以你赶紧给我研究出这道菜 我可以去一下吗 我去 他怎么还在同一样 自己自己发明是吧 我觉得臭皮之下 这样一直在吃 炸过再翻炒的臭皮虾 红饱配料咸香入味 酥脆的口感连虾壳都可以吃 越吃越香越上瘾 不只是刘贵云爱的丝黄菜 也增上菜单必点美味 而这道炖上四五个小时的酱大骨 潮纳的猪骨炖到软嫩 满满的钙质和胶原蛋白入口即化 吃一根就元气十足 整个采访过程可以感受到 东北妹子张亜茵 说话就和她做菜一样 简洁有力 看似冷静的外表之下 其实是一颗有 憧憬的热心 我的个性吗 太男人化吧 比较直来直往的 对 我喜欢这样 这样不累相处下来的 那你跟妈妈之间 你们会讲什么比较情绪吗 朋友 她是 我跟她讲话也是很直 比如说我会劝她去找男朋友 也看天意了 但你必须得情投意合的了 我都计划好了 等到老的时候找几个闺蜜 咱们去养老院找个好养老院 就OK了 贴感人一天嘛 平时的东北母女 来到台湾落地生根 曾经年薪的密不可分 经过岁月洗礼后 彼此有了彼此的人生故事 一炉三白菜锅 细住了母女情 也尝到了古香味 在新玉区福德市场旁边 有一间传统早餐店 这里吃法很特别 烧饼 饭团 蛋饼 几乎来的客人都会选择 包进一大颗的 眷村喂狮子头 而这狮子头很不简单 精选温体猪肉 每天一早手工拍打 下去油炸 肉质Q弹扎实又多汁 其实这一家店 是资深艺人情非非开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 它是如何把眷村喂早餐 做得有声有色 哈喽 妹妹 你要什么 烧饼夹蛋 不乖是不是 太慢了 老爸给我送来 来 给我一个起司 两个蛋饼要不要这样有吗 台队人潮挤满店面走廊 一大早大家都为了美味早餐而来 我最喜欢他们的烧饼油条 好像千层书一样 入口计划这样子 我从美国回来 美国回来一定要来报道一下 对啊 我都很想念我们台湾的 这个早餐啊 刚从美国奔回来 就立马上门报道 因为这家位在台北市信义区 福德市场旁边的传统早餐店 真的很不一样 老板 给我两套那个 狮子头夹烧饼 你真的没听错 早餐店居然有卖狮子头 而且还可以包进去烧饼里 这样的创意吃法 可叫人一吃就上瘾 它的狮子头 我其实吃了很多年 然后它狮子头里面最重要是 它有加了壁脊 咬起来口感 跟一般市场上卖的不一样 而且满Q糖的 这个都是要排队的 而且过年期节都是订不到 都蒙不完 然后来到这里 每次走到这里就好香喔 我又禁不住 所以我就会 就跟他们说我点一下 然后他们这个味道都没有变 真的很好吃 是 楼上挺好啦 不只有狮子头烧饼 狮子头还能包进蛋饼里 手工的蛋饼皮相当软Q 搭配肉汁饱满了狮子头 这样混搭风格 真是一绝 口感喔 算满扎实的 然后那个调味也很入味 然后就其他地方买不到 就我大概每个礼拜都会来买 另外就连香喷喷的糯米饭团 也能包进狮子头当夹心 这样咬下一口相当丰富 又有层次的口感 让人吃到好着迷 就满特别的 第一次看到有狮子头的饭团 那它的那个蛋还满香的 有那个葱香味 我刚刚是先咬到油条 那所以说第一个感觉就是油条很脆 那同时之间又闻到那个 刺刺头的香味 因为我上次没有吃到刺刺头 那叮咚刺刺刺头是招牌 所以今天特地再来吃 我觉得这咬下去就是会有那种 就是肉的软嫩跟那个汁 还有那个刺刺头的味道会跑出来 不过怎么会把古早味 眷村菜融入早餐里头 老板娘秦菲菲说起这当初 也真的是无心插流 是有一次过年嘛 我就要做一些送给朋友啊 那个邻居过来闻到好香喔 然后就说要跟我买 那我说我这个没有卖的啊 那就有人来要喜欢 我就送他们 一人就送个两颗啊 三颗这样 后来人家就说要跟你买啊 那我也不好意思啊 就要买得多 就做一点卖给他们 好像是有年轻的小孩说 这个包包那个蛋没有了包什么 那可不可以包这个肉圆啊 他们不会讲獅子头 就肉圆啊 我说也可以啊 然后一吃吃上瘾了 然后这个也要 那个也要 这样子 仔细瞧瞧眼前这位老板娘 有点眼熟 原来是资深艺人秦菲菲 而肉汁饱满的狮子头 都是他每天一早 使用温体猪肉手工现做 都是温体肉没有冷冻肉 而且你东西这么好 不用放味精 也要放盐巴 放点糖 最后加入二杀 蜜质胡椒粉和太白粉 跟面粉搅拌均匀 就能来做最关键的步骤 一颗颗手工拍打再捏成圆形 就是要稍微用力摔一下 让它比较成漂亮一点的圆形 你摔得越久会越好 獅子头的口感好坏与否 靠的就是这经验值 这也是从小在眷村长大的她 跟妈妈学习而来的手艺 我们那时候很小耶 妈妈在做 我们都做一排在等 其实还要煮啊 但来不及煮就不见了 都被我们偷吃了 他两个很厚大 不过一元当得好好的 卖起这传统早餐 可让家中的老父亲好心疼 我爸爸很舍不得我做 因为再穷得你长大以后 也是去演戏啊 也是大小姐啦 我做这个 说真的爸爸好难过 还在家里流眼泪 可是我们这个很多事情 讲真的 要防患未来啊 总是要有一点自己 要给自己交代 我也就不会这样轻易地爱上你 模仿秀是我第一个耶 原来是因为三十多年前的他 演艺事业遇到低潮期 长达一年半都没有通告可以上 没收入都在花老本过日子 因为有一阵子 所有的节目都停啦 那就好像每天在家等通告嘛 也不是办法啦 那时候家里人啊 爸爸就说 任何事情 任何工作啊 都是要趁年轻的时候去做 而且你每天待在家里 好像很没前途的样子 你没有上电视 就是没有啊 所以呢 讲很好笑的 那时候我爸爸还说 希望我去那个 以前有那个 不是有那个路上的 什么西索米啊 眼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因为爸妈都是江苏人 所以他决定自己创业开店 卖起爸妈年轻时候 养活他们一家八口人的 眷村味早餐 两个韭菜盒 下一位 不过原本都是光鲜亮丽的 出现在荧光幕前 创业后却要抛头露面 每天第一线的跟消费者接触 可让他的心理障碍增添不小 只是觉得不好意思 像我有很多同事 都会来问我说 菲菲啊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 做这个那么苦啊 然后别人就用 好像有点很奇怪的眼光看 我就觉得 我就说还好嘛 很多人还特别开个车子来问我 我一些歌星朋友 演员朋友 就这样子 害我都很不好意思 因为我不是做大生意嘛 前后花了快五年 慢慢调整心态 虽然在人生的路上 转个弯重新来过 但他不气馁 认为要做就做到最好 店里所有的事情 他都得亲力亲为 烧饼是你要抓住它这个天气冷天气热 你放水的这个多少温度 我们用的那个油酥都自己慢慢熬 是这样子 我们这个都是人家带到美国 这烧饼很酥又嫩 公开店里的烧饼会入口即化的原因 是因为面团温度的掌控 得要随着每天气温不同来做改变 这样打出来的面团 包进独门油酥 烧饼出炉后才会又俗又翠 基本上我什么都不是很会 怎么都要说 那你还做糖啊 那还可以做这么有特色 但是我很会看 你做出来的东西哪里不对 哪里差 我都一旦就知道 一边擀面一边自嘲 乐天白的个性 帮自己的创业路上加点糖 走起来也稍微比较不辛苦 为了跟市场做出区隔 他还研发酸姜豆 下去做蛋饼 姜豆蛋夹烧饼夹蛋饼 炒酷的姜豆 香中带点微辣 爽脆的口感 防蛋饼加分不少 不止如此 海外头吃不到的新疆豬排蛋 那时候我去新疆玩嘛 去那边 后来我看他们这样弄那么香 就新疆粉加一加 还加一些大蒜什么 我觉得这个蛮好的 而且他们也是把它做成 它们是做羊排啊什么的 那我就把它做成这个猪排这样子 油皮鱼市面上都是用猪里鸡排 他选择用打碎的猪绞肉 下去腌制 这个就是自然 就是这个味道 再加入少许黑胡椒 大蒜泥蜜汁辣油 盐巴以及二砂 手工拌均匀后 碎肉慢慢捏成肉排 这个要甩一甩 它才会比较黏得住 因为他们都会加很多太白粉 那加了太白粉以后呢 它的肉就没那么嫩 就变成硬硬的一块 那我们这样甩它 不用加太白粉 就直接它就软了 新疆滋然味的猪肉排煎过后 香气更浓郁 不管是包进葱花饼一起吃 还是蛋饼 口感都超级丰富 小姐 妳呢 看一个蛋饼 新疆猪排蛋饼加獅子头 尽管已经七十岁的她 还是每天都留到两间店里坐镇 妹妹 妳吃得还好吗 很好吃 很好吃喔 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啊 我要跟 好滋味也擄获不少掏客味蕾 幸运的客人甚至还能听上她 即兴唱上一段 掌声在恍惚之中响起 眼泪已涌在笑容里 宝刀未老的她 展现出深厚的唱功 从演艺圈转换跑到三十多年 用心歌云做出好料理 也得到更多老淘青睐 收入更是比在当艺人的时候 多了三倍 这样的成果让她相当珍惜 这个阿嬷 我以前从小看她演戏演到大 拜托喔 阿嬷 我秦小姐 以前那些老将军老伯伯 老妈妈都来买 就说我先生好喜欢吃喔 那些小姐 我爸妈好喜欢喔 我来买 因为有她们家乡的味道 我觉得还蛮光荣的 因为那么多人喜欢吃 淡出荧光幕后的秦菲菲 首座卷春味满满的特色早餐 也让她在餐饮夜 尝出属于自己的另一片田 是什么样美味的牛肉面 藏身在地下一楼 连续六年获得了米其林推荐 这间隐身在台北西门町 万年大楼美食街角落 开店七十多年了 第三代老板坚持 纯手工制作面条 相当的有职人精神 到底这一碗地平面下的 眷村牛肉面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带您一起来看 来 里面请 里面有几位 好 再来两位 好 有喔 可以 里面请 里面请 来 大小牛 小半斤一碗先去 还不到正中午时间 牛肉面店里人声鼎沸 人潮川流不息 厨房里忙得像战场 不但要演名手快 还有眼观四方 耳听八方 才能应付不断上门的客人 来 断面喔 早上缺一大五小一干 这间人气超高的牛肉面店 就藏身于西门町万年大楼 地下美食广场 走过七十多个年头 连续六年获得米其林 必比登推荐 不但是许多老台北人的记忆 许多外国观光客 更是莫名而来 从美国来自国 超好吃的 最棒的牛肉面 我最喜欢的 我们从阿尔兰 很好啊 烫很浓啊 我好喜欢 我从日本 非常好 非常柔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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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 连续好几年得到米其林 評審的青睐 客人也赞不绝口 是有原因的 汤头是牛肉面的灵魂 打底的精华高汤 每天得使用四十五公斤的牛大骨 五斤的牛大油以及辛香料 在锅里熬煮超过十二个小时 直到熬出乳白色的浓醇高汤 像我们牛肉面嘛 我们会加两种汤 首先我们早上熬的那个牛肉大骨汤 然后再来就是说 像我们这个肉称好的肉 里面就是我们烧这个牛肉的牛肉汤 所以总共有两种汤 于怀曾说 熬汤虽然费时费工 但他们不惜时间 食材成本 就是要给客人最好的 老店传承第一代的方法 坚持骨法 绝不使用市售的牛骨粉 于怀曾从锅锅手上 接下这一间店 姑子俩兢兢业业 不敢偷懒 前面两位 后面五位 好 来 里面请 来 请坐 来 两位好 里面请 里面请 大牛小半斤 烫青菜 民国三十八年 第一代鱼心汁来到台湾 落脚西门丁 当时为了养家糊口 就在街头卖起牛肉面 家乡的山东味就此成了招牌 全盛时期甚至有好几家分店 虽然第一代努力做面卖面 但是因为沉迷赌博 最终换来一堆债务 付债 付多少 五千万 天文数字 我是卖面条 我不是卖金条耶 而且你要看那时候 是民国幾年 對啊 那你那时候 民国七十六年 你怎么敢接啊 我就有这个胆量啊 我爸爸是 他生病的时候是有跟我讲 他说 告诉你啊 你有美面 你才能帮我换这个债 你有不美面 你出去上班 我这个债你不要想换了 你穿得漂亮亮的 走在西门顶 你走在前面 人家后面就骂了 这个老玉的女儿 穿得那么漂亮 欠我们欠就不换 你那个乙夫啊 被人家骂啊 吃吃点点的骂 都把你骂破了 你有真在哭泣 人再穷都要活出骨气 为了不让别人看笑话 但是七岁接班的余姬林 每天努力地做生意 应付天文班数字的负债 三十年如一日 小时候真的一回来 就是煮面 煮面 因为我们家我四个兄弟 可能我自己对吃有興趣 剩得我这一代啦 只剩下我再做这个 太辛苦了 因为我们店里面有什么 有擀面棍啊 有水管啊 有椅子啊 可能你不做看看 有皮带啊 不多不行啊 小时候的铁血教育 是姑子良的共同回忆 他们秉着山东硬汉精神 走过最艰困的时期 终于还清了债务 店里除了每天熬汤头 就连面条都是自己制作 不假手他人 身体的力量 你有没有看到 你有没有看到我身体的力 手臂整个身体 上半身的力量都在里面 你光靠手臂还不够力气 有没有看到这前倾嘛 都是身体的力量在压 所以很辛苦 缸中带柔 柔中带缸 手镜配合面粉的筋性 压到枕头般的面团 就像小宝宝的皮肤一般细致光滑 等待十到二十分钟 再大快地分切 有时候机器压我们手 还会去感觉 如果它压得还不够薄 还是太厚我们还会再感一下 不论是打面 醒面 擀面 都跟天气 温度 湿度有关 一切全凭经验判断 这里的手擀面就是家常面 比一般的面条宽而且粗 咬起来相当有口感 另外为了要让牛肉更加入味好吃 还需要经过爆炒 洋葱跟老姜 爆香炸过 跟原本的洋葱老姜 直接下去整个味道又不一样 多了一个炒的香味就对了 那这中间我们会再加上辣豆瓣 牛肉加豆瓣下去炒再下去炖 然后加上面条就变台湾牛肉面 炒完以后炖一个小时 焖一个小时 炖一个小时让它颜色味道进去 焖一个小时把它锁在里面 你不能用直接烧把它烧烂 那个肉就会散开来 镜头前余怀曾大方的公开做法 不怕人家学 它说它没有独特的配方 靠的就是新鲜 真材实料 还有那一份不怕吃苦的精神 它的那个面跟其他脚比较不一样 因为看起来这种 宽的吃巧的口感 跟比较好吃的那个细面的那个炒 然后而且那个面肥又有嚼劲 我来这边吃过去就是喜欢 加它们的那个牛油 那牛油加它就整个就是 那个风味就会不一样 就是我觉得有整个体味的一个效果 它牛肉有带劲啦 所以它牛肉其实算暖韧 然后它滷得也不错 对 然后它这个汤啊 跟那个肉啊都会有味道 来十个 二十个先来 汤饺要缺两碗喔 店里的招牌除了牛肉面 水饺也是人气商品 其实它水饺其实皮满扎实的 算用料其实也满实在的 就是它韭菜味其实没有到很浓 但是其实吃到它新鲜的口感 讲起来我们包饺不是我们自己吹牛 是不是 边有幅度又不厚 前面大肚子 后面大屁股 我包水饺是我爸爸教的 以前卖两种饺子 还有一个白菜的 每次包韭菜我们就很头痛 因为这个韭菜是绿色嘛 面是白色嘛 你弄不好一包快了 它的韭菜都露出来了嘛 整排是不是看起来 绿的不好看嘛 你看到没有 这样就不及格 这样被骂了 现在能笑谈过往 宇吉林很感谢因为爸爸的严格 磨练出他们吃苦耐劳的心性 小店生意越做越旺 连续六年获得米其林的肯定 他竟然把店交给我 当然就要对这家店负责 东西不好就不卖 我都跟他们讲 东西你不丢就丢客了嘛 我们的品质就是这样做做做做做 慢慢做慢慢经营 维持 守住传统 延续好味道 揉入山东硬汉精神的牛肉面 要继续往百年迈进 台北宁夏夜市美食林立一条街 这摊被人称作 是夜市西施的漂亮牡丽島 卖的是现炒牛肉 大火逼出了锅气的美味 肉质Q弹 香气十足 另外还有大脸盆装的控肉 卖向超级诱人 先炸后卤的蹄膀 软嫩咸香 从傍晚出摊就开始排队 老板娘周素英号称是拼命三娘 生产前一刻都还在炒着牛肉端盘子 如今领着女儿们走条夜市 不只是有高厨艺 也有着高颜值 大火爆炒 煮火沸腾 汤汤也在炉里滚动 人潮起爆的台北宁夏夜市里 只看沙茶炒牛肉飘香整条街 用脸盆装的控肉饭 不关火滷的透亮 六十年老店总是左右虚形 平常都排很久 排很多人 但都是要等对 都要等 都要等 就味道蛮重的 然后不会太油 所以就很喜欢 那牛肉吃起来 牛肉吃起来就还蛮滑嫩的 控肉饭很嫩 通常都多久 就是叫妈妈要带你来吃吗 差不多都每个礼拜 我是新加坡来自杜家 这是控肉 第一次吃吗 第一次吃 对 比较软 偏咸的 对 蛮好吃的 不论是老客人或是观光客 都爱吃的平民小吃 曹刀手就是老板娘周素英 她的摊子前不只是美食诱人 和女儿们的高颜值更是吸睛 也是枝花不只长得漂亮 做生意也是地板照 来 这个要全堵的 七桌 好 来 牛肉 牛肉呢 这里 这里 炒牛肉 牛肉 来 够肉饭 剩下我们东西很好吃啊 长得很漂亮啊 就这样子啊 就听了就一整天的心情很好 因为我喜欢交朋友 他看到我 他都跟我說 我从事什么行业 我说你可以猜猜啊 从来没有人猜对 不是美容啊 就是美甲啦 美髮师啊 什么的 对不对 我说我拿铁锅的 我拿锅产的 够肉饭 沙茶炒牛肉 牛肉炒面 重爆牛羊 热情的大火在罩上不停歇 出餐比快速度 客人穿牛不惜 饭桌率超高 宛如打仗的夜市生意 要从傍晚就开始迷路 牛肉就在后面 是 就是现场 牛肉的东西就是现场 你多几年 我16岁就在零下路 然后我好像 我25岁接 接这一摊 对啊 很辛苦 很辛苦的 我不年轻啊 我六个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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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四个女儿都 都在这边长大 然后在这边结婚 在这边生小孩 然后她还要 以后她们还要继续 所以可能她们 会做到她们当阿嬷 大女儿蔡芸汐 负责前台卤肉熬汤 快炒的工作 则是二女儿蔡寒林掌厨 第三代传人鲜细的身材 很难想像能担负起 夜市摆摊的粗重活 但对从小在夜市 长大的姐妹花来说 油汤工作也然是日常 早已夹成就熟 炒菜 其实我是打扎 我算打扎的 我就是因为食物不够嘛 所以我就是要炒菜 炒菜 然后咸醋姐姐 不然就是废料 做了四三年 所以就在从小看妈妈吗 从小看妈妈 对 可是我做得比较晚一点 一开始是没有卖控肉的 是因为我们自己家常菜嘛 在吃的时候 跟客人一起分享 然后客人觉得 你可以卖这道菜 所以才开始卖的这样 我们也很爱吃 每天都来吃 我来里面做四个控肉饭 无锡茶柳的控肉饭 成为招牌菜 客人最常点的就是一碗饭 配一碗汤 再来一个沙茶炒牛肉 经济实惠的价格 成为宁夏夜市的 比吃口袋名单之一 常常是一开张人潮就不断 考验着周苏英和女儿的厨艺和权力 你刚刚看到那个是小茄子 我一锅面最多可以炒十一个 看有多重 十一盘面 那这只是很单纯的果太白色 让它比较有口感一点 因为它本身是完全的 对 这是你有帮她抓过 先来炒蔥爆牛 东西的好坏就是取血液的过云 所以我就觉得那个肉 你捡这块肉 你就这块肉 像现在 现在副价一直长 但是我还是坚持 我用的牛肉 基本上都是头刀 还有鲤鸡这一块 就是它比较少运动的地方 那是比较嫩的 对 严选部位密文刀切 增加牛肉口感 店内以快炒为主 肉要嫩薄度适中 才能达到周苏英的要求 每天一炒在后厂备料 除了牛肉 另一个主角 就是麦道翻的控肉 我就是要把油逼出来 然后我让那个皮 它产生一种那个膨胀的那个 动作 如期来就会很好吃 大火滴出猪肉的鲜 轻松的炶 没有多余调味 鲜渣再炉 让美味完全到位 到摊位上再用小火慢慢滷汁 像这个蹄盆 它就很均衡 它瘦的肥的都有 它是脆的 然后它是有味道的 一般的那个酸粉就不一样 你给我换一个 好的 女儿回来这样帮忙 你也很开心 当然了 这是我们家唯一的男丁 求之不得 找脚太慢了 就被叮了被骂了 所以妈妈会一点可乐 当然了 我妈可乐一定得 你们更小的大 周苏英的夜市人生 扎扎实实是苦熬而来 16岁开始转夜市前 当年娘家的摊位 卖的是过鱼汤 因为尚有大哥大嫂 周苏英帮忙的性质居多 婚后一个机缘 隔壁的炒牛肉炭阿姨 想要休息 问周苏英和老公 要不要过来接手 开创自己的事业 记得那年是民国77年 一个小摊子 一家人的打拼就这么开始 因为在尼夏夜市在早期 我这边还有八大行业 所以我们就一直拼拼拼 没有三点是没有收的 两个夫妻就像陀螺一样 一直算 整天都在转 整天都在转 我是从往死里走的 往死里做的 那一个月要休一天 我还不要 怀孕当然还在做 我肚子疼了都还在做 我肚子疼了 症痛了你知道吗 我还牛肉端着说 谁的牛肉 谁叫的牛肉 做到生的前方 对 也不知道这个怎么挨过了 我意志力真的太强了 闯荡夜市 周苏英把小摊子做出成绩 生意越来越好 牛儿们体任爸妈辛劳 也都愿意留在家里帮忙 而先生的一场病 更加确认了世代交棒 下烟就有癌痴起了 很快 那时候吓到 吓到没办法接受 但是还是要面对 那我就跟小孩说 那从明天开始 你们就要上涨了 就要上来了 他真的是很壮的 他年轻很壮 很帅 可是我爸爸生病的时候 就是 我不敢看他 他第二次又复发的时候 他说他不想治療 然后我 我当下不知道说什么 我是想要给他力量 但我不知道 我要怎么给他力量 我想要跟他说 你活着就是给我力量 那如果你这样子 很恐怖啊 但是姐姐一直给我力量 他跟我说 我们努力一点 我们既然选择回来接 那我们努力一点 有了女儿们当后盾 周苏英可以专心帮先生养病 也走过了最艰辛的治疗 也慢慢康复了 蔡芸汐和蔡凡林 成熙的不只是 父母的好手艺 也是一份打不倒的信念 妈妈给我最大的影响 她太勇敢了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她 我会努力成为 跟她一样的跟女儿 能跟她一样的 夜市美味背后 看到的是女性的坚毅 我做路边摊我骄傲 这就是台湾小吃最感动人心之处 日本酱油拉面十足 喜多方拉面 是三大拉面之一 台湾唯一的传人 竟然是一位调通的看长 陈秀珠 凭借27年前 在日本学拉面的坚持 回到台湾之后 每天现做手工面条跟汤头 原汁原味 让客人仿佛置身日本 而一生都是故事的陈秀珠 曾经惨到变卖珠宝 也要留下这一碗感恩拉面 欢迎欢迎 你好 趁热吃了 谢谢你慢用 做好 理由是这一碗原味 日本大名的大名 都是同类的 他那些大名屋 是台湾的大名 这是直到来的 理由 醜油大名 我以前喜欢了 我以前觉得 日本的大名 是这么多的感觉 西云也 很像的味道 越来越少 台湾的发生 似乎没有来自你才育 自得到 所以我很反念 来自 像回去老家的感觉 对日本人来说 拉面就像是他们的阳春面 下了班在巷口 吃上一碗热乎乎的拉面 仿佛一天的压力都得到释放 在五光十色的台北调通商圈 越夜越美丽 但来到这间拉面店 看不到华丽的装潢 却有着最单纯的质膚 起托方拉面就是因为它是 好水嘛 酿出好酱油 所以它熬的汤 应该是跟法国的Cosme 是一样的熬法 是要清澈的 然后让那个酱油的颜色 就从碗底下 很透明的 很漂亮的酱油颜色 把它浮出来 喜多方拉面属于酱油拉面 口味清爽 面条粗而卷曲 是日本三大拉面之一 而这间拉面店 也是唯一获得喜多方 老面会认证的海外店家 还好吃吗 还好吃 真的好吃吗 真的好吃 非常好吃 谢谢啊 这边是就是比日本好吃的拉面店 我觉得跟日本的拉面比起来 没有那么咸 所以也可以喝它 很好吃 妈妈很用心 这个都是自己做的 包括面条拉面都是自己做的 在日本的拉面店 一般都称店家老板娘为妈妈 只见陈秀珠一会忙着煮拉面 一会忙着跟客人寒暄 就像妈妈一样 温暖着走进店里的美味客人 也或许是这样的氛围 让人食欲特别的好 就是有家庭室啊 然后很温馨 然后老板娘也很 很有人情味的 这是喜多方的 这是超大顺 就是很大碗 你个人可以吃的碗 我之前是点小碗的 但是我觉得 既然想要特别一点 所以点大碗 然后它是两人份的 两球 所以超好 热腾腾的拉面 光是用看的 就很暖心疗愈 面条Q弹的劲道 既弹牙又爽口 鲜美的汤头还会回甘 搭配蹲的软烂的叉烧肉 让人忍不住一口接着一口 味道朴实简单 却让人魂切梦吟的美味 也是陈秀珠 一直以来的梦想 我是曼嘎郎 小时候我的巷子口 有一些卖阳春面的 阿上一辈子都在做 然后每天这样 香烟尿尿 那种热汤 我就很穷的时候 一直在想 假如有一天 我也这么阳春有多好 人生可以重新来过 我希望我们人生就是归零 从阳春开始 出生万华的陈秀珠 父母做工养六个小孩 排行老三的他 国小就要主份照顾弟妹 应该是我小三就立志了 我的年代重男轻女 没有什么自信跟不自信 女人只要嫁一个好丈夫就好 我没有 我要我自己 我记得我想要 有自己的一片天 高中毕业之后 到营造厂当行政 他自学会计 跟着看图 因为不甘心一辈子都是帮人赚钱 甚至野心比较大 还自创品牌 设计鞋款 他有自信走太快了 毕竟品牌这件事情 台湾人还不知道吧 1980的时候 你都赔钱怎么还钱 好几千万 赔光还不够 来人生过得很不快乐 每天就是赚钱还债 我要还到什么时候 陈秀珠为了还钱 做起日文翻译 在姻缘忌讳之下 认识了日本知名拉面店的社长 获得了去日本学手艺的机会 苦熬了五年 他从日本本家分家 回台落脚台北的调团商圈 我想说我留日嘛 那从日本人认识我比较快 我从日本人开始 所以我的店百分之百 也没有一个台湾人 全部是日商 日本技术者下班 拉面就是他们扬成员 所以他们来很自然的 那我就这样开始 回到台湾 陈秀珠延续日本拉面店的精神 菜单上所有的食物都是自制 光是最重要的灵魂汤头 就要熬煮三天 第一天晚上准备要做 先把日本昆布 北海道的 放到高汤里面泡 一个晚上 第二天一早开始煮 基本上熬汤就是 酱油拉面的基本 汤熬不出透明 然后汤底焚厚的话 那今天的汤 算白做了 以十五斤猪大骨 大量蔬果 蒜头 洋葱 日本昆布一起熬煮 全程不能太大火 要不断地咬出杂质 熬出来的汤喉 有着清甜的香气 一早就是汤 汤做好了 下午来做面 不行到半夜 有时候不行 我到天亮 我都没有放弃 这样过了十年 有人说 简单的事重复做 你就是专家 重复的事情认真做 你就是赢家 一辈子只专注做一件事 把这件事做精做细 就是职人的精神 陈修竹的拉面 无论是汤喉的味道 或是面条的制作 都是一丝不苟 分毫不差的 面一定要热脏冷缩嘛 所以我刚刚放的特制的面水 一定要冰过 越冰镇越好 跟日本要一样的话 最好它的温度是在 17度左右最好 现在不一样 现在有一点弹性 又不一样 跟刚刚又不一样 店里的面条 每天新鲜制作 使用日本面粉 依据当天的温度 湿度不同 调整食材的比例 什么样叫好 这是经验吧 不是卖关子 真的是经验 然后这个会亮亮的 融融的 那等一下做出来面 它表面就会一层滑滑的 然后你吃面的时候 会感觉到 它第一口是滑顺的 然后再下来 才是沾到面子 第三个才是咬到 它的咬劲 标准的好面 是要这样形成的 为了要在台湾 完整呈现 喜多方拉面 陈秀珠吃尽了苦头 倒掉上百公斤的 日本面粉 不到完美 绝不放弃 就是不愿辜负 老师的期望 这些器材 是我在1993期留日 我的老师制作给我了 因为我是女生 身体还有力量 都怎么够 所以老师替我设计了 从我当协助 我第一天开始用 1997 12月31号 回到台湾 这些器材 都是搭货会 跟着我一起回到台湾的 一直到今天 我的老师的名字 在这里 这个我老师的名字 老师现在退休了 还有再教字面 只是这些他都不做了 我开店的头八年 老师每一年 都要来看我两次 老师的恩重如山 让陈秀珠非常的珍惜 就像亲手赶出来的面 格外的有温度 制作的时候是手温 手跟 你的工具是合为一体的 那你就摸他就是很顺 然后他就跟着你 然后日积月累 其实都是有摸到我手的空气 等下说灵魂 在这个杆子上 你就看到了 何谓灵魂 他跟制作人 一个职人 是一起走的 生命就在这根棍子上 他陪了我三十年 店里最受欢迎的尖角 从皮到馅都是自制 皮间的酥脆 内馅已有调味 就算不沾酱 也相当的美味 我觉得这里的尖角 皮虽然薄 但是非常的Q 都是老板娘亲自用 手工去把它 给搓揉出来的 那它那个薄的皮 还可以那么的Q弹 那里面的馅 非常的细腻 非常的厉害 我都觉得这个是 全台湾最好吃的尖角 来一定要吃 这些年因为疫情 让生意受创 陈秀珠宁愿吃老本 叶卖珠宝 也坚持都要 每天开门做生意 我的老前辈 留日回来 他已经在这边很久了 每个礼拜的下午 都会来看我 每个礼拜 我们讲的那一段 我最辛苦的日子 来陪我讲话的好朋友 这个是一个精神鼓励 很懒惰 你生了母 直到20年 就来到20年 我还在这边 还在这边 遭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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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珍惜了 对吧 熬过了艰难的三年 店里的客群 年龄层更广了 学生 家庭各都有 陈秀珠说 他很感谢 调通带给他的一切 所以他也用爱 带给别人温暖 这样给了拉面 我想是的 对我来讲 是一个使命 假如老天爷愿意给我 我宁愿在厨房 一直做到我终老 美味甘醇的拉面 对陈秀珠来说 就如同人生甘霖 承载着爱汉责任 尽管生命不见得完美 但终究会找到出口 在台北阳明山的 平津界路边 有一间真正 超人气路边摊 坐在路边 享受大自然分多精 同时大旦招牌 热乎乎的麻油鸡 跟药扇排骨 不仅肉多 汤也很甘甜 因为老板何永松 都是用山泉水熬煮 另外还有锅气十足的 炒饭炒面 也是客人 赞不绝口的好滋味 好吃了 没有装潢 只有简单的遮雨棚 跟塑胶布挡风 只搭位在阳明山上的路边摊小吃 摆上几张桌子就营业 不起眼的外观 人气却很旺 我很喜欢他们的麻油鸡 因为他们用山泉水 所以煮起来汤头很甘甜 然后鸡肉也很嫩 所以非常好吃 东西是很新鲜 然后又很嫩 一些就来过了 好吃啦 然后人越来越多 有的客人一次外带就是好几代 清爽的麻油鸡是店内招牌 鸡肉大快又嫩 不柴不老 汤喝起来淡雅回甘 没有过多的油腻感 就连来山上游玩的单车骑士 也常把这当作补给的终继站 只要每一次我们只要假日 有汽车上来 基本上这个就是其中一个补给站 一定会停下来这边吃 如果夏天来的话 一定要点这边的笋汤 然后一年四季都可以吃他的麻油鸡 一年四季都卖的麻油鸡 夏天不怕没人吃 仗出的是老板何永松 随时都能看到跟太太 胡相勤忙碌的身影 简单的摊位店面 就好像来到自家厨房般熟悉 高龄87岁的母亲陈秀莲 有时也来帮忙还会亲自下厨 水 酒 姜 姜 姜一定要爆很香 要小的姜 不要大 粗粗那一种的姜 爆香比较香 因为它煮得好吃 所以我就照着它的方式去做 这种东西就是要轻轻的 不能汤不能浊了 浊了就不好看 麦相不好看 它纯粹米酒的甜味 特别跟母亲学来的麻油鸡 煮熟了就得先拿起 等到客人点餐时才会再加热 让鸡肉不会过老过柴 保持鲜嫩度 萝卜丸子汤 用的是山上种的山萝卜 生吃有如水利般的甜嫩多汁 煮熟后配上丸子跟香菜 入口超级 清甜鲜美 萝卜汤 萝卜也很甜 然后跟山下的不太一样 里面是嫩的 不会有一个那种硬硬的 在中间的感觉 不能吃太饱 不然会挤不上去 下来可以再吃 另一道招牌药膳排骨 跟外头也很不一样 和永松每天的市场 挑选新鲜的温体猪排骨 加入特制中药包 跟黑枣 枸杞 山姜片熬煮 老板下重粉 大块猪排肉 让人啃得好过瘾 汤筒喝起来清爽舒适 跟所有汤品一样 都能喝到天然的清甜味 因为它用的都是山里的山泉水 用山中天然的水资源 经营这家店 和永松只做价值 当初会开在这里 也是因为它就是土生土壮的 身上孩子 当初顶这个店是大概兴趣吧 也没有要出去外面上班 然后自己要动动笋子 什么的 所以我就想说在山上这边 兄弟姐妹很多都在这边 所以我就想说在这边比较稳定 不用往外跑 以前是做工打石头的 比较没有工作的时候 我会出去帮人家拌豆 拌豆子 对 小时候有学到它的料理 都有学到 看一看想就会做 我也不晓得 因为我也没有正宗去学过 就外面吃吃回来就会做了 就这样子啊 大概对煮菜比较有兴趣 然后自然而然就会了 遗传爸爸的厨艺天分 他五识自通 所有料理跟酱汁酱料都自己做 原本从事服装业 但为了照顾父亲 订下这家店 一座就是十二年 辛苦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 要从早上十点一直炒 炒到四点 那个是最辛苦的 都不能休息 因为客人一直进来一直进来 小摊子里建筑炒炸样样美味 连基本的炒面炒饭都可以吃到真功夫 用大火炒到锅香味十足 炒饭的部分吃起来有一点点饭的焦香 但我喜欢那个香气 跟它的粒粒分泌 吃他们的炒饭 然后炒饭很好吃 然后很香 有很浓的蛋香味 我买了炒面 还有炒青菜 因为他们东西很好吃 量又很多 服务又好 所以常来 他的快炒功夫快到让人惊呼 炒菜加料到起锅一起合成 一盘又一盘的炒快速利落 每一道都是诱人美味 做料理从无到有成为一道道佳肴 简单的食材靠着何永松的好手艺 就像吃到山中拌的拌豆菜 在哪里看多少 等一下再算 我们家炒的青菜都是山上农民 自种的山菜 你看这个青江菜 这么漂亮 那么新鲜 那因为我在山上炒野菜 就一定要用山上的菜 有差 甜度差很多 和永松的私房菜 纯粹看有什么食材就做什么菜 有时简单的一条鱼 从处理到酱料 所有东西都自己做 三两下就能辨出一道佳肴 让上山有闻的旅客还能吃得到 如同新鲜海产店的鲜嫩鱼肉 一间山上路边小店 老板夫妻跟老母亲同心协力 忙前顧后 成为宁居家里情感的幸福所在 充满温情与美味的料理 也让人眷勇回味 在台北新闻市场 有一家开业一家子的刀切面老店 第一代老板是江苏人 卖的是大陆北方的面食 老板坚持每天一早 现切现煮面条 传承老一辈外申煮面的手法 面条吃起来相当的Q弹有嚼劲 还有必点的招牌猪脚面 巨无霸推口整个放入碗中 比脸还要大 还有独门的特制卤汁 卤到黑筋 皮Q肉嫩 让不少老主顾一吃 就是好几十年 大碗牛肉面 阵阵牛肉箱不断扑笛而来 这都还没到营业时间 不少老主顾们早就吻香而来 他父亲在做的时候 我们就在吃了 对 我曾经还有一次是 一下飞机 行李箱拿了就先来吃 刚刚回台湾 对 我这次吃了第一碗牛肉面 肉质很大块 然后分量就很多 这个是CP值很高的 在外国吃不到 真的不夸张哦 一踏上台湾的土地 就立刻直奔而来 因为老店从1963年 创立至今超过一甲子了 樸实无华的老味道 就让他们心心念念 第二代老板赵昌甫 在狭小的店面里忙碌着 一个人得看顾四个锅炉 要煮面同时炖牛肉 以及卤猪脚 还要帮顾客点餐 一刻不得闲 因为这店门口 早就排满不少 机场碌碌的高客们 等着异常美味 不只有牛肉面很受欢迎 这里超人气的是猪脚面 猪脚面两个 带着 一个猪脚面放过他们 这没用的 没用的 之前过了半个小时 怎么会甘愿等 对 甘愿过来 以前来的时候 要排一两个小时 人多的时候 那都叫正常 舌尖在绕到马路上的 不乱讲的 我本身也很喜欢面食 我也很会粗 粗的面 有咬头 细的面 稀里乎乎 没感觉 吃它的面可以咬 反正你吃了之后 你就会爱上它 喜欢它 他们五十几年开的 对 那个时候就来这边吃 那时候他爸爸在这边做的时候 他们在现场做面 面条就是在这个地方现场做 感觉特别的有劲 Q弹有嚼劲的面条 媳妇满满滷汁精华 再搭配滷到 厚厚厚厚厚的滴咖 皮Q肉嫩 一大碗面 就是摆上一整个中段的腿裤肉 大口吃肉 大口吃面 真的超级过瘾 吃它猪脚就有幸福感 所以它生意会那么好 是因为大家想要幸福 吃美食 我刚刚吃了一块那个皮Q肉 这皮真的很好吃 非常非常好吃 你也是啊 对 我不吃皮这个 不敢吃肥肉的 我觉得它的猪脚炖得 软硬适中 很软烂 然后味道刚刚好 这样好好味 我吃别家的话 总觉得跟它这个有点差别 所以我们还是习惯来这边吃 猪脚面会好吃的秘诀 没有捷径 因为外头吃不到的刀切面 都是老板每天一早 现做现切 虽然打面团 如今得用上机器煮 但是分切成小块后 还是得靠双手揉出筋性 用手腕巧劲下去揉 再行一下 这时候把面团 多余的空气给压出来 让面团更紧实 就能切成面条 而煮面的手法也很有学问 因为我面自己做的方法 其实类似煮水饺一样 但是在做的时候 是会比较被弓 使用传统的大锅煮 一次都煮上食人份 时间掌控和火候 都得精准地拿捏到位 才能造就出面条完美的口感 它这个都是现做 跟一般那种工厂压出来的 面条不太一样 它这个算是半手工 然后它的面条比较有嚼劲 那一个礼拜可能吃个一两次吧 那吃大概有三十年以上了 刀切面跟一般刀削面 除了外观不同之外 口感也不一样 刀削面的前后两端较薄 中间较厚 而刀切面的口感 整体一样 劲道十足 虽说都是北方面食 但却不相同 这可以说是赵昌甫的爸爸 当初自己摸索出来的 因为我爸以前在大陆的时候 个神他常常跑 他可能在那个地方学一些东西 可能了解北方的面食 那他可能了解这东西 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东西 我们的做法都是用冷水 加一些咸水下去做后面的动作 但是我后面是用机器下去和这样 我个人认为这样子做出来的面 会比较扎实一点 爸爸是江苏人 民国三十八年 随着国民党政府来台 陆军少尉退伍 为了养活一家八口人 不得不卖起自己爱吃的面食 不过回想起父亲过往的辛劳与付出 让他真的好心疼 我父亲以前在大陆的时候 他没有提过重任 像那种什么水桶来钱 他都自己的 他们都有庸人 他因为他只负责付出就可以了 因为他没有拿过 他来到这边什么都做 为了小孩子 父亲照顾我们 然后帮我们就是照顾这样子 虽然他没有时间跟我们 就是好好的相处 但是他的辛苦 我们都知道 因为从小跟在父亲身边帮忙 知道餐饮业相当辛苦 高中毕业的他选择自己出社会闯荡 原本在电脑公司担任销售业务的主管 一坐就是十五年 平均年薪过百万 到了快四十岁 才回家接放老味道 却因为老父亲在病榻前所说的这些话 他觉得他已经老了 然后希望你们做这个生意 不是说为了要接这个生意 他希望说你们不是那么有出息的孩子 那有这个工作 可以让你们有一个稳定的收入跟生活 想要传承爸爸的好手艺 在口味上他可是一点都不敢马虎 像是这让不少老主顾 慕名而来的卤猪脚 像那个卤汁 像葱姜蒜一些卤包这样子 冰糖增加它的那个甜度 接下来我会放一点八角 温抵猪的腿裤肉精选中段部分 再用老卤汁卤到Q软滑嫩 而好吃的卤卤还有一大重点 就是从爸爸一手传承下来的老卤汁 这个老卤从我爸到现在 应该有四十年 四十多年 我每天这个卤汁不管我休息 我没有营业 我都会来把这个卤汁给他煮开过 这香农的老卤就是正殿之宝 有别于外头都会把猪脚剁成小块 赵家的猪脚可是一大块 比脸还大的分量 就是要让顾客们都吃到好满足 因为我爸北方人 所以说他喜欢搭鱼搭肉啊 搭口吃面搭口吃肉的那个感觉这样 拿出来就咬了 他就认为说一块猪脚就这样 他如果剁得小小的 看不出猪脚的怎么样 早期我爸是整个大 那个脚 这么大只的脚 这样一直剁 剁 自己剁 以前是这样没有机力 我用手一直 非常… 早上三四点就要起来 光剁出脚 剁到他手 看医生 不过好吃的背后 有着满满的心酸与血泪 因为爸爸为了做生意 操除一身病来 他为了做这个生意 然后得了糖尿病啊 还有什么关节炎啊 就是节肢啊 然后因为做这个生意 生意长久都要站立 没有时间吃药 也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身体 我答应他我要回来 算完成他的遗愿吗 但是对他 对他的承诺 对他的承诺 尽力完成爸爸的遗愿 就算如今店里只靠他一人 打全场 每天从早上八点忙到晚上十点 为了爸爸的老味道 所有大小事物都是亲力亲为 炸酱面的肉丝也来自爸爸 手把手的教学 大块的猪肉丝大火翻炒 逼出香气后 再加入密制的豆瓣酱下去 拌炒入味 炸酱面里面的肉丝 你是用肉丝人家 就是肉小小白菜 我们这边都这样 早期我爸他们是因为 他以前的课程 课族群都是一些做工的 或是自然责吃鸡 那炸酱面里面没有肉丝 对他们的饱足感不够 然后我目前他就里面放的肉丝 下一个不便 那当年肉没像天下那么快 想让上门的顾客都能吃得饱 就算肉价飙涨 他还是坚持使用大份量的肉丝 下去炒炸酱 这样不仅口感好 香气又足 搭配现炒的酸菜 一起拌面吃 真的越吃越酸脆 我最早是吃的那个炸酱面 最早很喜欢吃它那个炸酱面 它是有放肉丝再淋一条那个炸酱 就跟别的地方都不太一样的 那就比较可惜 要什么 炸酱饼大吃那一吃 好 稍等一下 他老爸没有来趴跑 我妈 對啊 我妈来换我妈住院 接班至今也超过15年 手艺也得到不少老主顾的认可 他很珍惜爸爸所传承下来的好味道 因为不管客人走到哪里 一回家都会来上一碗刀切面 让他很有成就感 以前有些一个礼拜来三次也有 那个就非常感动 这样的客人很多 他以前常常讲说 我到国外很想吃人面 然后我吃国外的东西 我一点都不习惯 那一直觉得 一直想到很家的面 然后一下飞机赶快来吃 我说我在国外都没吃饭 他说我一直都吃不习惯 在我能够做的时候 我会非常非常非常珍惜 牛肉面小的外带内用 外带外带 一步一脚印 传承属于爸爸的好手艺 赵昌府不畏艰辛 把吃苦当做吃补 要让自家的刀切面 成为更多人记忆中的美味 在台北永吉路的巷弄里 有一间来行也才知道的陕西菜 鲜嫩古杂牛肉 喷香麻椒大肉 每一道都是外面非常少见的料理 老板员家祥用大火炒出一盘盘 霍气十足的功夫菜 独特的侧板手技 让人看的是碳维冠纸 另外还有热腾腾的蒙古酸奶锅 用老汤熬煮 再放入自制酸奶跟炕头菜 口味到底也非常特别 中油才炒得出这么香 但它吃起来锅也特别油腻 而且你吃的蔬菜被人炒过很厉害 没到我们好吃应该很厉害吧 主要一开始是就是同事推荐 然后因为离公司才蛮近 那来这边吃的感觉就是 每次吃完就是很开胃 然后就会让心情还满舒爽的 因为它的菜色基本上就是 比较偏辣粥带麻 然后有陕西的这个风味 客人都称赞的店 连平日中午人潮也爆满 说明两句话又赶着炒菜 这就是老板员家祥的日常 小店开在台北市 有美食一条街只称的 永吉路三十项里面 里头只有简单的装饰 吊挂在抢面的辣椒 蒜头及中国风的挂饰 就像是在向人招手 赶紧来体验这具有特色 民族的料理 他们家的料理就是又酸又辣 然后还有带一点焦麻香 来这边可以知道新疆菜 展菜还有月菜串菜 很距离各地的那个 很有特色的民族小吃 热腾腾的蒙古酸奶锅 烹香的陕北麻椒大肉 炒到鲜香的古杂牛肉 亦或是结合月菜的大漠封沙谷 这里的每道菜都很有特色 充满炒锅的祸气 吃下口完全是齿夹柔香 这都得归功于云家祥炒菜的功力 这是巧莉 不是真的用满地 他认真翻炒每一道料理 店内主打的是陕西菜 最注重就是锅香气 还有最重要的特别炒技 就是手感觉像弹簧一样 就单手挖翻就是这样的 它不是真的就这样翻 是这样挖的吧 这不好吃 这超难的 属于陕西菜的特别技法 速度要灯的上火 有些菜甚至要比火还快 像是三枪土豆丝 看起来简单 炒起来却很难 三两下就完成 这个过程就像跟时间赛跑 也是他口中独特的飞火技法 飞火就是大火侧发 一定要让它起火 它目的就是说 要让它最大程度的 把那个火气发挥出来 我们全部的香料都大陆进口的 青花椒 干辣椒 小茴什么的 全部都大陆的 他坚持香料的产力 既然要做陕西菜 口味就要倒地 像是古达牛肉 就得先腌制再炒 就要腌制 就让它提前入味 就加一点酱油 加一点糖 加酒 然后等一下会加蛋白 然后让它吸水这样就好了 古达牛肉也一样是蛮爽 因为它也是很快的 快火焯的 选用沙朗筋部位 软嫩香甜 咸咽再炒 美味才能再升级 而这道菜 其实背后还有个底部 以前它是上流社会的人 才会吃得到的牛肉 以前牛肉不是人能够吃得到的 骨就是豆食 骨就是一些骨菜 你用什么那种腌制的都可以 它很特别 它有点像酸菜白肉锅 但是它没有那么酸 然后又有加 因为它是酸奶 所以就有点奶味的抵日 是真的第一次吃到这个口味 炒菜每一道菜都很好吃 从外面没吃过 就它有点像酸菜白肉锅 可是又好像比较浓吧 然后比较也没有酸菜 所以比较特别 就是火锅里面的鸡 甚至炒菜都会用到这个汤口 味道比较醇厚一点 就是老汤 昨天老汤就是昨天没用完的 然后留到今天继续熬 今天没用完明天继续熬 它味道会越来越纯 一般老母鸡是熬汤最基本的 比较甜 它加了猪骨会 味道比较有层次 就不一样 不能只用鸡 火锅的汤底是关键 但里头的灵魂配料 是自制的酸奶跟炕头菜 我们小时候外城 我们在串门子的时候 大家都不关门的嘛 家里面大家 每个人都有 有些人是用玻璃瓶 有些人是用一个瓶 然后泡 泡里面什么东西都可以泡 红白萝卜 小黄瓜 西洋芹比较少人用 然后但是每个人 这一包香料里面一定有花椒 其他就看各自喜好 这样煮完之后 它会铺那个肉配在上面 有刚刚的那个炕头菜 它有奶酱 所以颜色是白的 因为它是酸的东西 配上奶它一定会分成 它奶是奶在酸跟奶 要把它融合在一起 就是奶 酸奶锅铺上满满猪肉片 锅有多大肉片就有多少 向外摆成一个圆 铺好铺满 诚意十足 加入花椒油 黑胡椒体味 这不可或缺的香料 是闪菜最重要的元素 人家想也特别喜爱 刚开始进厨房 学的是台菜跟粤菜 后来专精闪西菜 因为我喜欢花椒 干辣椒跟紫蘭 这三个都是我很喜欢的东西 我觉得做喜欢的东西 才会比较认真 你的厨艺经历有多少 我十六岁入行 今年三十八岁 创业的原因 其实没有 我没有想要怎么出人头地 做什么豐功为也是 就是儿子长大了 我要让他吃得饱 有舒服这样就好了 为了赚钱养家演艺原梦想 他有精湛的厨艺 搭配青花椒 干辣椒等香料 将闪菜的酸腔辣精髓 做到淋漓尽致 更有不少来自陕西的客人 也会传授他心法 让他越做越到地 陕西口味的腰带面 他自己也研发出 最适合的比例口味 腰带面只是它的宽度 像腰带 所以叫腰带面 其实要做多宽 做多长看个人 我们把我们的配方 请带工厂帮我们做 我只能告诉他 我要长30宽 然后厚0.1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配方 是这个厚度 然后搭配煮的时间是最好的 腰带面是在外面一般吃不到的 可能虽然有点像板条 可是它是比较有嚼劲 比较宽的一些特色的腰带面 在这边才能吃得到 我觉得腰带面特别好吃 它面条很宽 然后它的调味是加那个花椒 然后很香 特宽面条带着Q彈嚼劲 巴浪酱調制香气迷人 一口一口都很sucky 我觉得它的味道是真的比较偏 那个就是大陆那边的口感 在大陆那边它的口味来说 它真的就是比较重口味 或是比较偏 就是跟台湾的味道是比较不一样的 我爷爷跟我大伯都是做吃的 它是主要是面食那种 然后它是1949之后 跟国民党来台湾的 那一批外省的 从小就吃到外省家铸上的 那俊纯 对 所以你的味道会有 比较习惯就是吃外省的味道 所以我比较习惯那里 那里俊纯味道 外省小孩做起省菜 花椒香气带有焦麻感 他就是爱上这大类类的滋味 也是他口中的江湖菜人情味 为了致敬爷爷 以大部分的南北菜 他的地域 也融合南方月菜的元素 它两种不同观念 我们合在一起做 然后客人在吃 在反馈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说 不会是有一种地方的那种感觉 那好比说 你去吃泰式也可以 跟我们港市合在一起 都是可以的 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做主要 对 这是南方的 这是月菜的 我用到草瓢啊 两只手一起用啊 这样斑 这样斑 炒的技法南北也不一样 月菜得前后翻炒完再换左右 初神入化的炒技都很考验功力 就连研制手法也不同 大漠风沙谷 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观念 然后自己的想法 去操作这道菜 它用月菜的研制方法 就是要让猪肉膨胀 然后膨胀之后上浆 刮浆下去炸 然后里面 把外表炸出里面是很 是要很多水分 那它外面的调料 就是用川菜的手法 川菜的概念来调 就香料不一样 还有调味的观念不一样 然后我们主要是讲一个 麻辣咸鲜香 融合川菜跟月菜 南北融合的一道菜 做起来相当费工 那预约还吃不到 店内很多料理 都是讲究技法的功夫菜 却有着平时的价格 也难怪深受老淘喜爱 它是辣中带麻 然后它就是有结合 就是感觉是南北 南北不同的这个风格 混合在一起 我们预约菜它真的很麻烦 所以必须得让他们预约 一道菜它是怎么样 它就应该要是怎么样 就是你做什么 都要像什么就对了 对料理最坚持的地方 完全展现在他的菜上 甜甜菜色都让人惊艳 苦学十八年 到现在拥有一间店 也是他最大的成就感 我觉得实力跟自信都要有 但是实力要大于自信 所以我觉得登峰造极是错的 一定要造极之后才能登峰 这句话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 努力不一定会成功 但是你成功之后 为在台北东区的黄金地段 邮件开了三十多年 始终走平价路线的小火锅 食材全部都精挑细选 像是日本千叶县的鱼豆腐 大甲芋头 熊七娃跳跳的虾子 物美价廉 让很多的影视明星 像是蔡依林林心如 还有杨景华都常常来吃 到底这一间的老板 有什么样的故事 能够让上百位的明星 愿意来吃平价火锅呢 那你一起来看 然后来试 然后那其实他们最基本的 就是说猪肉就很好吃了 我本来最喜欢吃火锅 后来吃这一家 它的汤头真的 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不要走 不要走 吃火锅 来… 台北市寸土寸金的东区 可谓是美食的一级战区 巷弄间各式小店插旗 唯独这家平价小火锅 在地毅力三十多个年头 早就掳获一种饕客的胃 就算隔着玻璃 吞云吐雾 也能感受到美味 主要是很新鲜吧 对啊 像这个虾子都是 会活着 活着的虾子 价位上面其实也算平价 真的很平价 而且它的什么海路像虾子 那个虾子会跳 对…所以我每次吃虾子 都要改改一次 对 因为不然它会跳出来 平价 我想说这个忠孝东路 应该有的 这算平价 总会记得客人的喜好 人称饼哥的雷炳增 代客就像家人朋友一样 身为老板在店内忙进忙出 店餐收桌 情理情为 因为这里很多都是吃了 好几十年的老顾客 好吃是肯定好吃啦 这是东西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名物 然后在这边开了非常多年 女人在我太太肚子里 不知道为什么我太太就非常想要吃火锅 我们才走进这家 这已经是22年前了 一吃了之后就爱上这个味道 那老板呢 他跟一般人经营的不太一样 他不是单纯只是经营一种餐厅的感觉 他不是在卖一个食物 他在卖有人情味 跟客人寒暄化家常识者的常态 平价猪肉锅 海陆锅 特别的鱼下巴锅 这里统统都有 天然 樸实 儒家的口味与氛围 让店内即使是平日中午 也高棚满座 墙上还摆满上百个名人的签名 人气就如同沸腾的锅物 一样火热 最早来的是钟翰良 你看 后来他在大陆很红 什么动力火车啊 来过以后 所有动力火车的太太们 全都来了这样 所以真的很好玩 然后这个我最喜欢的 就是林心如跟杨景华 店内没有华丽装潢 豪华排场只有汤鲜味美的汤头 加上杏切肉片 海鲜盘 既丰富的配料 好吃到不少大明星都来光顾 这都是饼哥 多年来用心经营的口碑 走进不算宽敞的后场 就是他每天熬制汤底的地方 用苹果 用番茄 洋葱 这都提到它的汤的甜度 玉米我们都是剁下来的玉米头 都不浪费 我们就把它放在里面 榨菜也是一样 这增加它的咸味 加入大谷熬煮的汤头 喝起来清甜 还带有些许柴鱼的香气 全天然熬制的汤底 都是比哥当天一早 到菜市场采买的蔬果 端上桌的食材也绝对保证新鲜 都要有机的 这个有这个 还有这个水 辣椒我都挑这种 比较直一点的 比较直一点 因为一方面比较好切 一方面比较漂亮 它的菜 肉 海鲜 来自合作多年的攀商 每天亲自到市场挑选 菜盘配料也坚持 集合台湾各地最好吃的东西 鱼豆腐我认为日本千叶县做的这个鱼豆腐好吃 我就进这个东西进来吃 贡丸我觉得新竹贡丸 这么在台湾这么有名 我就用新竹的贡丸 芋头一定是大家的芋头 他笑说把方圆十公里内最好吃的东西 结合起来就会最厉害 虽然花时间也值得 店内火锅主打新鲜天然 价格实惠 更难可贵的是 还多了一份人情味 但当初会开这家店 都是因为一个机缘 我之前在一个停车场里面当管理员 那有个火锅店老板就问我说 要不要跟他学做火锅 跟他学了三十天 可是都很扎扎实实的 从早上七点钟买菜 一直到晚上九点钟打烊 就是一直跟着他身边学这样 三十多年前才花不到三十天的时间 就决定要接手这间店 对许多人来说是莫大的勇气 但对李比甄而言 是他当年不得不做的选择 热情幽默的外表下 背后却有着曲折人生 他是从小就被父母遗弃的孤儿 我小时候听到我的阿嬤告诉我说 我是抱来的 她说有一个人带个小孩来卖 看了以后就说 她愿意出两千四 是 因为那是阿嬤身边的女儿 都嫁出去了 只是让她孤苦无异一个老人 她想抱一个小孩子来养 当年被卖给 没有始源关系的阿嬤 邻居总是取笑 年纪这么大还带一个娃 于是阿嬤又过给自己女儿 但养父母原本就有三个孩子 对被迫离养的炳哥 没有办法公平对待 加上家境不宽裕 让炳哥的童年过得没有温暖 记忆里只有阿嬤非常疼爱他 每次想念阿嬤都会打开钱包 默默拿出她的照片 因为这也是她留下的唯一毒照 你说她刚走的时候那几年 我每一年很长啦 不是每一年 就是每个月我就到南港公墓 坐在那边 都会坐在那边 因为她是你这世界上 唯一能够支持你的人 那因为没有她就没有我 这种道理就很难很难去 那种旗感很难割舍 短短几年的养育之恩 却影响了炳哥的一辈子 不是亲生却待她如亲生 这一段历练 让你知道说 人生只有努力 只有奋斗 长大后没跟家里要过一毛钱 靠勤奋的工作态度养活自己 除了遗憾阿嬤没能享福外 也曾想过要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她专注在工作上 从军人退伍后到贸易公司上班 而后转站火锅店 用温暖的汤底 热情的食材将情感烹煮 炸到金黄酥香的鱼下巴 肉质饱满又鲜嫩 是这里锅物种类中非常特别的主餐 就淋沙茶酱也加入咖喱粉 花生粉等调料炒制 融合整体味道 散发着浓郁香气 老头最爱的XO酱 更是丙哥独家调配而食的酱料 只要客人点就能免费送 我们用干贝啊 虾米啊 这些东西下去 下去炒 然后把刚刚所炒的东西 通通把它混在一起 再炸一次这样 另外还有饭后甜点也是每天自制 清爽 无负担 员工手做的焦糖布丁 杏仁豆腐 奶酪等 更是限量的人气产品 它的甜点非常好吃 整个店的店员都很亲切 对 然后我就 他们就是很像一家人 我有一个朋友 他可以连续在这边吃了一个月 每一天都来这里开饭 每天都来这里开饭 因为这张菜单其实很丰富 所以你要吃完这张菜单不太容易 我吃了22年也没有吃完 我认为客人一定要第一 员工一定要第二 没有这些人 我什么都不是 丙哥的经营理念自己一定排在最后面 带客人如朋友 是员工为家人 用父母养育子女的心情栽培着后辈 员工团结一心 更成为他坚强后盾 我要谢谢这一路上走过了 任何一个有行无行 帮助我的贵人 善的循环 因为 因为你对人好 所以人就一直回 一直回一直回 你知道我第一天卖火锅 第一天当老板 第一个客人 到现在还在吃 你看三十四年 到现在还在吃 开店三十多年了 随处可见老客人 过往家庭 没让他感受到的温暖 现在他用服务暖中人的胃 我阿嬷以前跟我讲过一句话 你在看戏的时候 因为我们去得比较慢 所以我们站在后面一点 可是前面的人 会慢慢地站不住的 你就站在那边 那个戏 戏杯咖就是你的 小时候的生活 跟你的成长环境 不会限制你 变成什么样的人 你只要努力 一定可以有一番的成绩 饼哥的人生 如同他熬制的火锅 熬的过程虽然很苦很累 却是浓缩出来的人生历练 凭借努力和坚持 更能熬出汤底的回味无穷 欢迎来吃火锅